Hello 我是Mike Hello 我是Sylvia 追求時尚生活 當然是聽SNM OnLive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SNM OnLive 有Sylvia和Mike 大家好 Mike 你這個東京之旅 帶來了我們很多聽眾 追著來聽的心 是的 我很感動 因為他們真的有留言給我 又問我的地址 然後去完吃完 又很開心 所以我也覺得 好像帶來給大家很多歡樂 還有大家都聽我說 即刻買飛機票去 是的 我收到憑聽眾說 即刻買了飛機票 聽眾很有錢 我們繼續Mike的東京郵 今次我們繼續品味郵系列 即是大家去購買的這一集 帶我們去買什麼 今次是帶你們去看文具 對 去日本買文具 沒錯 不過記住 這間是超級文具店 不是普通的 我以前去東京Hands 這間更大嗎 入樓 不入樓 東京Hands 這間是intro 我這間過百年 快點介紹一下 這間叫Itoya 他們的漢字叫 伊東屋 伊東屋 它在銀座的旗艦 是很有名的 全日本一提到銀座 大家是朝聖的 我看它有十二層這麼高 整個店舖都是買文具 你知不知道 我是由它舊舖買到它拆了 從頭再重新建 買到今時今日的我 即是銀座由舊舖變成現在這樣 整個洞 我看著它拆 那你當時有沒有擔心 擔心它沒有了 我挺擔心 糟糕 為甚麼突然倒閉 人家說 它不是倒閉 你先去後面買一間小舖 看著它一層一層打上來 不過據我所知 日本的文具相當出名 而且很仔細 很美 例如我們在香港 有時去美麗的百貨公司 都見到一些很美麗的日本文具 這次等待的話 真的有時間看 而且你很難得 因為它不只是賣別人的文具 它自己會出Etoia的產品 是 所以不是一般你給人 你說我第二間看 你是看不到的 是Etoia自己 Special Design 製造 只是在自己的地方買的 OK 現在叫你選擇第一樣 第一樣要介紹的 我們去哪一層 我呢 我自己很喜歡買它的 叫做卡 我不要切 因為有時 它的卡是有趣到 你是不可能會想到的 我這一張 特別要介紹的 我已經買了 就是 色有 水聲的 金魚缸 其實這個魚缸 很有趣 但我不知道是一張卡 是一張卡 它是可以拔出來 可以拔到3D 有距離 所以我多時會買 你喜歡 放在家裡 按一按 它會 好過癮的 不只是一看 是一聽 這個 很有創意 這張卡 貴不貴 1000日圓 但我喜歡這些 女生來講 就喜歡一些 珠片 它有很多選擇 我告訴你 你想不到的卡 你都會看到在這裏 所以我說 八歲到八十 你一定不會買不到 不過我都記得 我去日本 不是去那麽大間文具店 有時經過 看到那些卡 不是一定生牙卡 總之 哪些卡 我覺得有趣 我都會買 日本有很多設計 沒錯 所以這個 對的 你介紹卡 是很重要的 但除了卡 之內 我看到你 有一些和紙 即是日本的紙質 這些很貴的紙 這間是否特別多 我告訴你 它是整層賣紙 不過你說 我買張紙回去做什麽 是呀 不懂 不是呀 有人說沒用 但是 Itoya的紙 是非一般的紙 是 那些紙 是漂亮得可以用來做畫的 你看到 有一些 好像浮世繪 其實它是印出來的 但是 你只要買兩個框 你吊起來 應該可以回來當畫掛的 是否可以買上面這個框 是呀 它包起來 你可以買的 即整的 即整的 它很容易放進去 你可以買紙 也可以將來變成畫的 而且這個好 因為你拿回來 不辛苦 不辛苦 沒錯 除了這些 好像有浮世繪的 比較傳統 我不喜歡這些 我喜歡一些 比較 孔雀 你放到家裡 真是威威 當然 你拿回來 可以用玻璃 都可以 不過它很簡單 買兩支 那些膠框 吊起來 很漂亮 便宜的 絕對是可以送禮的 你想想 但是 我看它也有買 一塊塊的 其實那些有什麼用呢 這些 這些和紙 有些日本人 他們跟我說 他們用來包禮物 嗯 當然我們香港人 可能沒有去到這麼 仔細 有時候 它用來佔在街屋 一些地方 然後上面壓一塊玻璃 當作一個 裝飾 我看它由五百多日圓 到二千多日圓 都有 是啊 所以其實 還有大小的問題 或者是印刷的 花問題 但是 你看到紙質很特別 因為全部都是手做 沒錯 因為它都是日本的和紙 因為 跟我們一般用的紙 有什麼分別 差很遠 因為它是用一些 特別的纖維 去將它 在盆水裡 動一下 動一下 即是紙的質地 和那些感覺 是每張都不同 沒有一模一樣的 嗯 所以日本的和紙 為什麼這麼出名 而且你看到有些 有金箔 有些很高貴的 很高貴的 你看到那些 那些圖案 是用回 有時候是以前 這個武士道年代 或者是明治年代 就是 你看它 從最新 到最舊 真是 一間 你全看完 其實呢 我見過的 在香港 不過不便宜 一定不會像這裡 你去Etoia 不只是買東西給自己 送禮 簡直是天堂 我見到除了紙之外 還有這些 什麼 紙卡 這麼多顏色的 麥克 為什麼呢 那次剛好是 我就要做Event 我就要找一些特別的 因為我那個牌子 做過的牌子 那個藍色很難找的 我那次特意要去那裡 你自己告訴他 你要什麼顏色 他跟你 逐個顏色 找到 因為他們那些 Etoia很大 所以他跟日本的紙廠的關係很好 他真的把所有顏色的 叫做 available的紙 全部都放在那裡 我見到你一定找到 幾百種顏色 真的 你沒有可能找不到 沒有可能找不到 找不到 所以唯一這個 紙長 我在日本才看到 因為我在歐洲 我都試過找這些紙 都沒有Etoia做得那麼好 他真的放在那裡 你拿著你自己的原稿 你真的去拚 但我們普通人 又不是做show的 那我可以選這些紙板 用來做什麼 你不要那麼大聲 他可以用來 讓你自己去做一本特定的 叫做 notebook 這個是不是 對 他這個叫做 couture note couture 對 所以叫做 和你自己的 叫做made to measure 自己去訂做一本notebook 你無論是自己 或者是我們送禮 你想送給你心愛的人 或者你尊重的人 你還可以設計 用什麼紙 用什麼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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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全部量身訂做 即是自己設計 由頭到尾 沒錯 不只是顏色 尺寸 圈 遮瑕 所有東西 你看這裡你就知道 當日我看完之後 我都說很棒 因為真的好 我想收到那個人 會覺得真的會很窩心 而且好像不是很久 十多天就能做到 對 沒錯 所以我就說 這些禮物 真是有心 所以有時候 有人說 去日本買OLED 買名牌 但我覺得 跟這些比 真的不能比 你不去日本 是做不到的 不過你不要以為 文具店買一些便宜的 我看到它這次 有一件東西 是天價這麼貴的 我也想問一下 這支筆 為什麼這麼貴呢 這支筆 因為這支叫天皇筆 成五十五萬日圓 沒錯 你看看 Emperor Collection 它這支叫做Namiki 這個筆廠是很有名的 因為它是出了名 是用日本的漆 來做筆的質料 然後上面用純金 或者純銀的粉 慢慢地掃上去 這種科技技術叫做市繪 其實日本人 一直用來放在漆器上面 是很有名的 後來 Namiki就用了放在筆上面 所以這支筆 是超過了 我想有六、七十年的歷史的 有沒有人買的 真的 非常受歡迎 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買呢 告訴你 這個是收藏家系列 所以只要喜歡玩筆的人 一定知道 Namiki Watch Namiki Pen 一定知道的 因為在二次世界前 Dunhill 在英國倫敦 曾經跟他進了很多筆 拿去倫敦買 當時他起了一個名字 叫Dunhill Namiki 在那邊簡直是爆賣的 後來二次世界大戰 因為跟日本的關係不好 它是停了 但是這段時間 這十多二十年 其實Dunhill 他已經重新特別跟Miki 他訂了這些叫Dunhill Namiki筆 當然 去到Dunhill買更加貴 所以我就說這些 真的 什麼人都有機會買到東西 我也會買筆的 因為日本原子筆 真的蠻好寫 但是一定會是五十五萬日圓 因為我不是筆王 不過 這個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個人 因為是七粒Mate 是啊 你老實說 我都說了 無論你自己送也好 自己放給自己 你只要選擇 我是Pink Lady 我只買粉紅色的 又可以選擇 筆桿 然後自己再加上 又可以 變成另一個顏色 可以是百搭的 所以是一些 獨一無二的小禮物 在Etoia裡面找到 必中的 我告訴Sylvia 你是買一件 十件還是二十件 所以你看到 有很多小禮物 甚至是 Etoia自己出的小禮物 都可以買的 是的 環保袋 非常推薦 Kawaii 又有趣 又價錢 又便宜 所以送禮自用 一支 小擺設 又有小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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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小風扇 很多選擇 你想得出的都有 其實你在那裡 應該買很多小禮物 我每次都不會空手而為 所以為什麼要一層的文具店 因為太多選擇 而且你不用去另一間 通常你在那裡留年多久 如果我每年的十二月 我一定要去那裡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是一月一日過年的 它的十二生肖很漂亮 我特地要去Etoia 買那個生肖 我十二月一定要到日本 十二月才有的 沒有的 因為他們一月一日是新年 而且他們比我們早 到時候整間 都會放了一些過年的東西 很有趣的 所以如果大家 已經買到機票 十二月去日本的話 一定要去Etoia 在這個銀座 一定找到的 總店來的 整層都是買文具店的 如果你有小朋友 更加要帶他去 必然 謝謝大家 我們聽我們今天的節目 也謝謝Mike的介紹 好啊 不過你記住 一定要盡快訂閱我們 還要響鐘仔 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按讚一下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